大家好 茉莉花 花期从5月份到11月份 现在是4月份 是茉莉花花芽分化的阶段 我们要做好三点 这样呢 5到10月 都要花看 开花满盆 一 茉莉花是一个非常喜光的植物 在4月份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 阳光充足的环境 其他光合作用有利于花芽分化 第二 养分 在4月份 给它补充 零减肥有利于花芽分化 满足它开花所需要的养分 让它开出的花 更芳香 更多 我们 可以用零酸阿金碟 一勺对1000ml的水 然后呢 给它喷湿叶面 喷洒的时候呢 我们要喷洒均匀 叶片的正面反面呢 都要给它喷洒 这样呢才能达到最绝的效果 剩下的呢 我们也可以 直接浇灌 多有利于它 吸收 第三点 控水 控水呢有利于 茉莉花花芽分化 空的什么程度呢 我们要查看这个盆土 非常干了 就马上给它浇水 浇透 等它出现花芽分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充足的水分 因为茉莉花 也是非常使用的植物 水分充足了 有利于它 花芽 形成花朵 开的更严 我这棵已经 提前 长成花苞了 准备要开放了 好了 花芽们 喜欢茉莉花的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三点 整个夏天 都要花开 好了 再见